此日曹熙萍在網上發文 怒斥現在的 Kid 已經讓他不認識 自己過年時和憲哥吃飯 才知道憲哥訊息 Kid 都沒回應 只問 Kid 拒絕大家的關心跟問候是為什麼 記得進一步詢問 曹熙萍透過經紀人代為回應表示 愛之聲 則之切 希望 Kid 能恢復以前的 Kid 好好工作 其他的不願多談 KID 自從與秦前五年的許維恩鬧出情變後 身邊不少友人 包含沈玉琳也表示 她這半年來真的變了 以往在錄影空檔會主動找大家熱絡感情的她 現在時常選擇一個人不跟大家互動 隨此記者也聯繫到玉琳哥身為老婆兼經紀人的芽芽 她則代為表示 今天玉琳哥除外景不方便收訪 但因是 Kid 最近工作太多太累 而憲哥與 Kid 共同主持的節目製作人則表示 不方便回應目前正準備處罰外景 到底憲哥能否接受 Kid 的道歉 石途兩人能否早日和好 以及 Kid 與許維恩的感情發展如何 且讓我們繼續看下去